欢迎收看这些产业快讯 我是郭凯 大陆家电补助5月底已经到齐了 终端拉货力道逐渐的减弱 影响了易光以及晶电 对6月的业绩保守看待 不过晶电强调 7月的订单渴望比6月多 至于大陆11长假的备货需求 可能要到8月才会逐步的显现 受惠照明电视以及手持装置需求成证 加上大陆政府寄出的家电补助政策 刺激LED厂晶电以及易光 5月营收都创下历史单月新高 晶电甚至冲高到22.2亿元 我一直对131415这三年 觉得是LED照明起来最关键的时刻 5月营收亮眼 但受到大陆政府补助截至冲击 两家大厂对于6月业绩表现 抱持保守态度 不过晶电强调 虽然补助到期影响民众消费 但LED市场成长力道依然强劲 预期7月的订单渴望比6月多 至于大陆11长假的备货需求 可能要到8月才会重新启动 想要建立品牌或包括大量的这个 数量的这个渗透呢 都在这3年 LED在未来的应用里面的话 接人的关系呢 所以它未来是一个 照明镜最有很大的一个重量期视 摊开5月财报达到21.45亿元 年增值比3成 虽然对于6月业绩保守已对 但一光强调 社会产能利用率提高 加上下半年照明领域有新订单 第二季营收将比第一季好很多 下半年营运也渴望有余上半年 Fresh of the Gui 台北